2022年1月20日 全世界現在的總共確診數是3.3916萬1千多 比上日增加了超過了344萬個新疹確診 死亡火瓶多了8808個人 去到558萬3千多 最多新疹確診地方是美國 增加了七十萬零一千多 死亡多了2368人 美國真厲害 現在的總共確診數目 看樣子的天下一定過7000萬人確診 死亡方面超過了88萬人 每5個人確診 每378個人是死於新冠病毒 法國有43萬6千多個新疹確診 230人死亡 印度31萬5千多個新疹確診 493人死亡 巴西20萬5千多個 349人死 意大利19萬2千多個 380人死 西班牙 西班牙 157千9百多個 164人死 阿根廷 12萬8千多個 208個死 德國 12萬1千9百多個 258人死 英國 10萬8千6百多個 359人死 今天有9個國家 確診數目超過了10萬 澳大利亞 755千多 排第10 65個死亡 土耳其 72,176人死 普通牙 52,533人死 墨西哥 49,320人死 荷蘭 38,200人 比利時 37,400人死 丹麥 36,400人死 俄羅斯 33,899個新疹確診 死亡 差2個 700人 以色列 超過了30,000個新疹確診 波蘭 超過了30,000個新疹確診 死亡多了30,700人 日本 29,800人死 捷克 28,400人死 奧地利 27,600人死 哥倫比亞 27,600人死 160人死 菲律賓 22,900人死 82人死 加拿大 22,000人死 174人死 希臘 20,188人死 瑞士 17,000人死 塞爾維亞 17,000人死 羅馬尼亞 16,600人死 56人死 挪威 57,900人死 即16,000人死 越南亦差不多 16,000人死 142人死 匈牙利 14,890人死 85人死 哈薩斯坦 13,800人死 13,800人死 保加利亞 10,000人死 160,934人死 今天有41個國家 確診數目是過萬 41個國家 破了紀錄 智利 9,500人死 馬尼巴爾 9,500人死 孟加拉國 9,500人死 摩洛哥 9,300人死 喬治亞州 8,700人死 我看看下面有哪個國家 死亡比較大 歐爾蘭 6,800人死 6,800人死 50人死 52人死 斯洛法克 6,183人死 61人死 汗哥 汗哥也不厲害 5,800人死 74人死 南非 4,300人死 156人死 下面還有沒有呢 埃及 1,300人死 1,300人死 等等